… 你好,我們兩個在做甚麼 剛才你在潑涼 我想選她,走開吧 別這樣 你別這樣 你全部有案例 大家都知道你發生甚麼事 不是,人們會進步 你們相信我今天,對吧 看甚麼人 好… 我們講解今集我們玩的運動 你們要猜猜它叫甚麼 撈金魚… 撈龍蝦 龍蝦可以,因為這個夠大 對,這隻很像面罩 金魚 那些叫甚麼 那些叫劍擊 或者是打拳 捉魚 不知道做甚麼都可以 很有信心,兩位同學 我可以給你們一點提示 這是你們的 是 它的名字是球字的 是球字的 你把球拿出來就選一個球字 對,球字是放在最後的位置 這個提示很有建設性 謝謝你 謝謝 好吧 不如開箱吧 看影片吧 都猜到你們猜不到 這個運動是甚麼名字 是甚麼名字 X球 即使我聽了,我也不知道玩甚麼 我也不知道 我們去請教別人,好嗎 GO… 你好,Osman 我想問甚麼是VX球 VX球其實是一個英國的運動 首先我們會用一個球桿 然後再用這個圓網球 在壁球室內進行一打一 類似閃避球的玩法 VX這兩個字為甚麼 其實V就是5,X就是10 羅馬數字 對,沒錯 5即是甚麼呢 就是五個球 這裡有五個球 你懂得跟10嗎 10就是五打五個打 剛才我說的是一打一 其實它有一打一在壁球室的玩法 亦有一個五打五在體育館主場玩的玩法 即是全部都是室內的嗎 主要是室內的 是否不能室內 不是不可以的 只不過是它的特性 球會滾來滾去 如果它沒有四邊的場圍著 它就會有時間收拾 我看到有一個短一點 和有一個長一點 對,其實它們有甚麼分別 是否跟高度 小朋友和大朋友 其實是遷就不同人的高度去設計 對,就是同時 原來很輕 基本上是膠 很輕的,沒錯 這個膠管其實是空心的 所以很輕 其實我一看到它 我以為是… 差不多便宜的 差不多便宜 是否要這樣平衡 不如讓我示範幾個基本動作給你們 好… 首先,我們不能用手來撿拾 我們要用棍子 我示範一下 我們要怎樣用棍子去撿拾球 其實我們先放在地上示範 我們會用這個嘴 我們稱它為嘴,對著球 然後向前撿拾 好像橙蠟雜 這樣就拿起來 沒錯 像橙蠟雜 撿拾球 其實大家會鬥快搶球 可能你又把球… 對,我們會先掩拾球 拉在自己的地方 然後再撿拾球 對,這是其中一個撿拾球的動作 撿拾球後,我們要做甚麼呢 就是怎樣移動 是 怎樣移動 不可以拿著不停地跑走 是不可以的 我們要做一個運球的動作 譬如我想走前兩步 我可以的 1、2是可以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走第三步 我們會叫走步 像藍牙 沒錯,就會走步 我們要做甚麼動作 有兩個運球的方式 第一個真的像籃球一樣 就是拍球 我示範一下 就是這樣 拍球 可以繼續拍,一邊走 很過人 對,我每拍一下就可以多走兩步 好 還有一個動作 你就要看著 好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球從這邊拋到另一邊 這樣就叫做運球 就是這樣 好像比較短 人家可以在你拋的空中 我這樣搶嗎 規則上是不可以的 好 規則上是不可以的 如果我做這個拍球 你走過來搶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要在下面搶 如果球在這裡的時候 你走過來拍就會犯規 你走兩步,扔球這樣,扔球這樣 很難 它會彈走 它不停彈走 怎麼一邊繞也是一個問題 而且我們的目標是甚麼 我剛才說過 是閃避球的玩法 即是怎樣玩 就是我們要把球 用棍子投閘出去 即是射出去 頭疾人 頭疾人 要扎到人嗎 對,沒錯 我們要計算打到肩部或以下的地方 沒錯 我先示範一下 我打換牆 所以要不然要戴背包 你站著,不是 我打換牆 你先放牆 我打換牆 對 不是,打牆 閉著眼睛 打牆 打牆部或以下的地方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我打旁邊可以… 好嗎 任何一個地方 其實你剛才問的問題 先回答你的問題 我們不會戴護具 因為我們不是追求力度 這個運動 我們是追求準繩度 那你輕輕地打牆部 對,沒錯 小小力就像這樣 這樣也可以 打中的話 如果小小力 打中就有分 要打中一個人嗎 打中肩部以下的身體 任何一步 可以試試打我嗎 你比較溫柔 但我不懂得打牆 你試試打中肩部 其實很簡單 我們這樣拿著棍子… 對,這樣拿著 好,沒錯 好,然後拉後一點 然後向前發 小小力就行了 打牆部可能會比較好 你先打吧 例如我會這樣打 對,彈地彈牆 打到也算分 彈地彈牆 彈地彈牆 打到也算分 你很準確 其實我們會做一個防守動作 首先我們這樣拿著棍子 然後我們側身對著我們的目標 即是你這邊打我 我會側著對著 你打一個球的小力還要這樣 對,很準確 你現在可以試試丟過來 丟到身體而下 我很緊張 我丟到這裡… 好,就這樣撥開球 我以為要繞著它 擋著球 當然,如果我接得緊的球 是非常理想的 我看不到這東西… 好像挺好玩的 我看見很多東西寄 你記得長和短有甚麼分別嗎 有說嗎 有 你這麼開心 你站起來就知道有甚麼分別 你站起來吧… 很明顯是否短應該不合我 你給我長 這是甚麼 這個也是短,這個是長 長了嗎 其實是身高,看看你的身高 我應該是拿長的 但其實比初學者 短是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玩的時候不容易處理 對… 因為如果你真的單手去玩這個東西 其實不兩下就不夠力 所以短的話就會比較容易 我們比賽的時候也是用短的 對 如果大家家裡有養貓 其實是很容易… 挺好 挺容易上手 而且你記不記得是怎樣 規則的球是怎樣 手不可以… 碰它… 你一定要拿橙子撐它 你試試撐它 其實有點難,我們要打橙子撐 為甚麼他說難 對 我們繼續吧 好… 你不要養貓嗎 對… 我們試試這個 這個,然後扔一下,摺回… 我成功了 先站起來 扔一下,再摺回… 要我示範吧… 我示範吧 對,我來吧 兩隻手會比較容易 兩隻手,原來還可以 我的球 我來 一前一後 好的 兩隻手會比較容易 對,兩隻手會比較容易 這個就是… 不要拿手 你明白… 我現在要越比試 這就是… 兩步後就要運球 就像籃球一樣 籃球不可以走這樣 然後走兩步 如果我兩步摺不到 甚麼意思 如果我兩步摺不到… 可以照顧我 純想自發摺不到 你來試吧 試甚麼 因為… 兩步摺不到 不,如果摺不到 球滾了就可以對方拿 我知道,我就想聽你摺不到 因為同一時間 可能會有五個球 你摺不到這個,你可能會選別的 我即是可以拿別人的球 沒有分離我 如果地上會有很多球 你同時就… 搶球,然後進擊 搶球就不斷… 如果球剛好滾到那邊 可以連續發展 那你就要不斷走 你就要不斷避開 我明白,忍心嗎 好 看了,多有型 先避開 你以為你真的要避開 我想避開 1、2… 他真的避開到嗎 這樣… 這樣可以嗎 他要這樣 反過來吧… 還有呢 反過來…我想看你避開… 不…先等等 我還沒看你避開 你要拚一下 你一直避開,說 你要很拚一下,可以嗎 然後踢一下 1… 你這樣挺有型 1、2、3 你多了嘴巴 你為何說他有型 我剛才想要花式 你知道如果要多拿點分 如果他扔過來 你剛好接到這裡 就有3分 打直 對,真的要扔 很難的 他想要花式 我問他可以嗎 他可以嗎 站定定 乖乖 為何他站得那麼突然 我上去 好,差不多了 起碼先擋走球 你看 Yoshi… 甚麼 你看人家 玩了一、兩分鐘 比你厲害 你看他在那邊踩你踩,你踩不起來 你先不要吵 真的 這樣可以了 大家知道下一集怎樣做 我知道… 你好… 我有兩隻眼睛 是嗎 智慧 有的時候慢慢練習 不,那裡有牆 你看他在那邊玩,他要做甚麼 如果要替Suzuki 選一支棍來玩VX球 我一定要選一支長棍給他 一來那支棍跟他差不多 他一定能擋住球 其實那支棍可能比他高 但我會替Renee選一支短棍 因為知道他小小粒 輕一點就好一點 如果我替Yoshi選一支長棍或短棍 我會選甚麼長短也沒所謂 反正也是差不多而已